《非诚勿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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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你我之后 我就特别的佩服 为什么就是我就没有你那种勇猛的心 心 可以勇敢地走下去 然后还在挂碍很多事情 不敢做很多决定 不管做很多事情 然后也知道可能 你就是觉得好像 为什么一定人要在苦难中的时候才有那个 才能发起那个要去修行解脱 这个没关系 你真的不应该责备自己 这只能代表我们目前是个人力 因为人力就是这样的 苦的时候想解脱 乐的时候想享受 这是人力的一个习性决定的 所以人力都在乐的时候 别享受别的的时候 我应该修行了吧 我应该修行了吧 你看 大部分就是精进的人都是 别享受我 别再 然后说好像这样不对 好像我要修行了 但继续享受下去了 但是苦的时候 就会临时抱佛脚 求佛不加加持 但不是说大家 这是一个就是普遍的一个习性 所以你不用责备自己 除非你不是个人 是吧 还有就是你说你跟我比 就是我不能啊 小师傅那样 这个老师那样精进 但是我不是精进 我是喜欢 就是我从修行里面获得乐趣了 就是在人世界 大家在人世界 比如说你去 有的人喜欢喝咖啡 有的人喜欢去旅游 有的人喜欢去吃美食 有的人喜欢画画 琴棋书画等等 只不过我喜欢修行啊 只是一个爱好 就是对我是一个就是 我在修行里 寻找到了极大的乐趣 所以我不是幽猛的精进心 是我随心所欲了 就是我的 但这种窜息 就是说你为什么看见修行 就扑上去了 就像饥饿的人 扑到了那个经典里边去 禅典里边 这种哇一带文庆道这种事 你就像哇 寻找到东西终于出现了 就是你在人世界寻找 苦苦寻找的东西 突然就像天上 他掉了一个元宝下来 就是那种 哇 惊喜 就是觉得 哇 世家文牛说的太对了 就是这样的 然后呢 然后你 禅定只有什么奶 马上练 直接就上座感情练 就是觉得 我自己这种 没有发什么精进心 刚开始也没有想利汤啊 什么什么也没想 就是觉得 哇 他说的太对了 这个世界竟然 哇 有人把真理 有人把人生命的意义 讲述的这么清楚 就是刚开始看 当然这介于 我曾经学习过 介于生生世世的力极 就这一次 修行成了你最大的乐趣 而不是吃喝玩乐 而不是人世界 就是人世界的东西 已经钱不包我 就是那种 就是这就是 我曾经也反思过 有一次不是我讲过 我在一个 刚开始休息 在一个 就是一个很高级的餐厅外边 那会儿在 然后吃完饭 站在门口 很愁苦的站在旁边 因为等老公 老公没出来 等他在 我站在车旁边 就看着人家 从饭店出来的人 嘴里咬着牙签 肚子挺得这么大 哇 很开心的 吃得 哇 吃得好像 哎呀 满面红光 一个一个走出来的 都很开心 因为吃饱了嘛 吃饱了嘛 人吃饱了 还攻击搭背 到人家那种 哇 很幸福感 爆棚的那种 我站在车旁边 看着说 我也刚才跟他们 吃的一样的东西 我为什么这么丑苦呢 难道我这个 我不能活在当下吗 我不经常让自己 活在当下 为什么我不满足 为什么我不满足 为什么我这一刻 我吃饱饱的 而且吃的也是美味 为什么我站在这 觉得不幸福呢 为什么没感觉呢 我就觉得自己是有问题的 你知道 我就看着人家 一个一个走出来 一个比个幸福 一个比个说话亮 而是声音也洪亮 然后我就像一只 饿了几天的小猫 却坐在那个车库路旁边 等待着阳光跟温暖 就觉得你 你怎么这样子呢 觉得你 是你缺失什么 我突然发现 后来觉得 我需要的不是这些 我需要是另一种资料 就是说 这个东西喂不饱 就吃喝完了 就是这些 就是把三只狠味 摆到我面前 我喜欢的不是这些 知道吧 我突然发现 有一天我看到了一本佛经的时候 金刚经 或者是 哇 我那种幸福感爆棚了 马上就是一下子就 哇 就那种 就马上我知道我需要它 因为 你的灵魂 你的身心 你的每一个细胞都在震动 都觉得你需要这个东西 你饿了 你的饥饿是来自于它 而不是那个三只海维 所以我也没觉得自己有什么不对 是吧 我觉得每个人的爱好兴趣点 我觉得 哦 习气饭了 这是素食 肯定是修行礼集过来的习气 而不是一个这一世 因为你看见那部经 你还没看呢 你还听到这个名字 你都开始震动了 知道吧 所以你都跟它在震动 就是法华经啊 妙法联华经 听到名字你都在震动的时候 我肯定素食修行过啊 那就是个习气 那这一世 就是我们假如扯不了刀 继续你们修行 下世就这样的 什么也喂不保定了 清见经典就 坐在那里 是吧 这就是习气饭了 是吧 但是我们上一世 就经常 起喝玩乐 那这一世 看见美食就震动 口水就流出来了 看见什么 亮灾美女就震动 因为你上一世 渲染的不是这种习气 其实 其实刚开始没有 人力就是 这也没什么 是吧 也不用讨厌自己 也不用慢慢凶染呗 凶羞呗 当然说你明天你突然 震动的时候 你从凭震动 你看到了经典里面 释迦牟女说的东西的时候 你觉得就是这样 你马上就觉得 她说的是对的 知道吧 虽然说 是吧 你就不怀疑她说的对 虽然你还没有体验到 她的佛爷的境界 但是你就觉得 对对就是这样的 知道吧 你心里面好像知道 就那样的 虽然你没有没有正德 就是这样的 你在看其他宗教啊 其他的心理学啊 哲学你也看嘛 全世界 因为也是大海里 老周这样子 收了一遍的嘛 哪个更适合你 就是精神治疗 更适合你 你最后发现 她的讲的是最圆满的 元气信公司 这些元气法 就是人力存在 这些 她给了你答案 就是我 我只是自己 就觉得 我就是寻找生命的业 但是她给了你答案 而且她给了你那条路 你可以 她就像个行动一样 给了你那条路 让你到达这个点 我觉得 很好啊 我从这就开始起步啊 那我三十年 我慢慢走啊 反正我不急啊 我着急啥呢 我别走别看看路 别封紧啊 也不是说 哎呀 我一开始修地 我就成佛 我要发无啥证等证据 我要成道 我要怎么样 我不是经常说 着啥急的 你又不涅槃了 是吧 反正我是佛了 看我发话 我就知道好 我慢慢地 正得这个境界啊 就是说 无大自在的 不被诸相迷惑的 这个境界 我现在不是被她迷惑吗 有时候这个来了 我就 还是迷惑在人力的直接里边 定义她的形状 相貌 时间 身面 如果她摔碎了 我还心疼一下下 等等 这不是人力的直接吗 本能的反应吗 因为还有就是 你拿走我觉得那我的 你怎么拿走 是吧 等等啊 这人力的本能的这些东西 还在吗 没有影响我吗 还有货吗 那我继续走啊 不必诸相迷 我走在这条路上 我慢慢 别走我也生活啊 到了茶我喝啊 这叫旁边的风景啊 是吧 不是说 我要成道 离我远点 不是这样的 你这叫静静吗 我在这条路上走 我开始有佛的政治界了 喝茶的时候 这就是佛法 这就是佛法 从这边走 喝茶的时候 茶里边有佛法 知道吧 身心一如的 尽心心的 喝茶 茶茶也未吗 而从这边 跟她聊天的时候 你还坐在地 她也在修行啊 这条路是这样的走 但是呢 每一个事情上 带着空性正见 那每一个事情上 都在修订啊 都在修行啊 每一个事情上 都在修行啊 真精进啊 每一件事情上 你都带着佛的空性正见 而这些都是 长时间的 甚至是 的凶然带来的习气 带来的习惯 就成了习惯了 知道吧 所以我没有你 那么勇猛 是吧 你是纯粹上辈子 也可能佛 也上辈子也熏过的啊 不然怎么我们相遇了呢 大家在一个道上呢 肯定是熏回来的嘛 但是熏的肯定没我厉害 是吧 所以你还能重新发心 我都不用发的 直接就砸进去了 是吧 都没有发什么勇猛心 直接就勇猛的进去了 是吧 就觉得 它是最好的 在这一生 我拿着我的 一生的时间 我来去做这件事 我觉得好 OK 很完美 其他的 嗯 你们就干吧 是吧 玩什么 清洗书花啊 那些也挺好啊 业余的给玩一下嘛 但是已经不重要了 嗯 就这样 嗯 有问题就是 我现在 嗯 挂对你的无私的爱啊 或者是 甚至他们 普通也不跟你说 然后呢 为了就是说 希望你能幸福啊 等等啊 但是你是爱他们的 或者是 就是有些觉得 你有时候有 人力的内疚啊 觉得哎呀 我一个给父母更多的啊 或者是老人孩子 孩子你要教育嘛 你觉得他 不是你想要的样子 就那么爱 不是你想要的样子 咋大了 你就会觉得哎 你陪他太少了等等各种 你还要小成道 在人世间 所以从一个大神菩萨 你一旦开始修行 做一个大神道的菩萨来讲 你已经不能拿人世间的这种笑啊 这种爱来去看待自己了 知道吧 你不管你的孩子多优秀 你把他教育得多优秀 他总有一天是经历苦难 这个世界啊 成就坏苦生老病死 人生八苦 他是逃不掉的 是吧 所有的一个大神菩萨 他对父母对孩子 最大的爱个效 就是带他们走出轮回 而且包括你自己 你知道 你就算今生用尽权力 你长出切手切手 你妈苦的时候 你代弃不了他 你妈死的时候 你代弃不了他 因为他自己觉得苦啊 他病苦的时候 他这疼啊 你能带起他那个疼啊 你给他吃个指头药 你可以麻醉 但是苦的印记在他脑子里啊 他还是觉得 甚至你帮他太多 他会觉得脱离你甚至多 就是互相那种 人世间的情感 这就是人世间的情啊 他不 我们不是无情的 是 我们想做的更多 一个大神菩萨 是有一天 你不只带你这世的父母解脱 还要对生生世世的亲人 倦叔父母全部解脱轮回 不要在这轮回之中受苦受难了 你要发起这种心 就不会被野弃啊的一些些 情感舒服 你会继续走 因为你知道 你妈妈比如这朝父母啊 很爱你啊 但是他们有他们的期望嘛 哎呀你赶紧结婚吧 你这么一个人 哎呀你爱他们结婚了 然后都说 赶紧怎么生个孩子吧 你看你没孩子怎么办呢 你又生了孩子了 有那个女儿 女儿要个儿子吧 又生了儿子 生了儿子还是不开心 还是有其他的要求 总会 你发现你的父母的 他是满足不了的 除非到他是 他是操心不完的 知道吧 他爱你 他操心你 操心你的孩子 操心没完就 是吧 还有你教育孩子这种问题是吧 孩子会在自由的成长 有一天我发现 你放下的时候 就是说你教育孩子这回事 我也在导引他们 我也告诉他们什么是对 什么是错 什么 只是我们所有的父母都期望 还真的是 你真的期望孩子成龙别虎 或者少受点磨难 在这个世界上 但是你能做到吗 我们的智慧 你是做不到你的孩子 保佑他一辈子的 一生的 只要你挂了 就算你再厉害 你挂了 他能怎么样呢 没人管他是吧 他 他就是这样 就是有一天 当我看到我的孩子 不是你 你认为的 他应该怎么样的时候 或者是有一天 你想想他平凡的 在这个世界上 像土里面的尘埃 就是你的 你的 那就是你的 儿子跟女儿 你生的 坐在那看 看他发给你的信息 看他做的每一件事 平凡的就像地上的一粒微尘 然后那是我的孩子 如此的光彩多么 但是也许他们在别人的眼中 说 哎 老师你经常说呢 你的孩子好像教育的 又没礼貌 或者是也不会问候别人 说话也不会说 哎呀就是说 说话口才不是很好 孩子也学习也不是特别好 不优秀 孩子也会甚至也不学佛 也不打坐 你那个孩子 你看你都不教育自己的孩子 是吧 不是这样的 他们我永远以他们为奥 就算他们今生都平凡的 在这个世界是 在这个世界上平凡的真的是 在街上扫垃圾 我以他们为奥 知道吧 因为我带他们来了 他们通过来到了地球上 让他们去享受地球上的这些东西 享受他们一生 我不会强迫他们做这 我只是告诉他 嗯 说你妈的经验啊 这样走 你结果是什么 是吧 然后他说不听 好 再说一下结果 然后说 你将来会怎么想 你二十岁怎么想 三十岁会怎么样 你会变的 说三次到五次 如果他还不听 好继续吧 到那个时候 如果这个结果出现了 你怎么样去对峙 就告诉他这些就行了 如果万一这个结果 妈妈预料的这个结果出现 因为他也有他的个性的走 你要怎么对峙 你要学习什么样的能力 比如说 你看着他 就冲着海走了 你知道他会掉进去了吗 是吧 他就不听是吧 那么你告诉他 好 如果你一直往前走 请学会游泳 先学会游泳 知道吧 你掉进去的时候 最起码能游一箭吧 很可能游不出来 但是呢 还是有一个自救的方法 训练他的技能 或者是什么 但是甚至你所有的 都跟他说了 他还是不听 掉进去了 那就掉进去吧 祝福他吧 用你所有的功德 回校祝福他 不要下地狱啊 不要掉 是吧 祝福他 就是这样子 而且就是 这就是一个大成 就是修大成道的人 你的孩子 就是你不希望他 一定要扯为什么 但是你会帮助他 扯为什么 他想扯为的那个 你尽你的能力去帮助他 甚至你身边的关系啊 你的朋友啊 比如说他想 悄悟唱歌啊 他正好是一个 去管悄悟唱歌的 你也会跟这个 老师打个招呼 哎呀 那个孩子是我的 你有时候的 就是照顾他下 也会这样做 就是这是妈妈 这是一个母亲啊 是吧 人之常情啊 这个不影响你修行啊 这也不影响什么社会风气啊 或者是什么 因为你不是说 你照顾他一下下 就是说 关注他一下下 行不行啊 你看那样子啊 是吧 就是你照顾不照顾 那是你的事了嘛 是吧 就是这样子 你也会按人世界的角度去 那从我的角度 当然我会希望他将来 能够解脱轮回啊 他自己靠自己去 去做完这一生 然后能够开悟去 但是他们现在因为 因为我是从小 就是他们很小的时候 我就离家去闭关啊 去修行 他们现在听到 开悟修行这两字 众生这些字 都 都 说众生 说了 一说打坐 挺 挺多了嘛 有点逆反 对 所以我现在都不提这些东西 那在家里就是 但是我希望他们 他们迟早会 深教 深与言教 他们身上有 他逃不掉的 但是这个没关系 他们现在正在上学嘛 那他们继续走啊 他们上学呢 我用佛学的角度去指导 他们的生命的每一个点 我都都会带着佛的直接 那这个需要你自己的能力够啊 你在生活的每一件事情 能把释迦牟牛的教育进去 你去指导 他有时候也听啊 他听啊 或者是什么 听 他就这样子走 但是我希望他们 比如说他们很小的时候 就会有就是说 给他买个手机啊 或者是什么 很多人说 你看他看微信看 你怎么能让他看微信 他学习就迅速的下降 我不怕知道吧 这就是说 你得有能力 不怕这些东西 是吧 你不怕他 是因为我想要他迅速的 企业玩这个世界的东西 他喜欢的 企业玩他就学佛了 企业玩没有什么玩的呢 是吧 所有的他能他要的 所有的东西 我在根据他的情况 在他的生命 不受影响的情况 在他不走上邪漏 就是说比如说 吸毒 吸毒啊 赌博啊 或者有些东西 是绝对不能碰的 这是你妈给你的底线 其他的你可以游戏 有些东西是不能碰的 因为意识足成千古恨 谁也救不了你 因为你这一辈子 可能碰到这些东西 你很难借的嘛 是吧 那其他的东西 你可以去去体验 没关系的 那在有宝照的这个体验的范子 他也很小心 他有他自己 他有他的聪明嘛 然后我尽快的让他去体验 什么早恋这些东西 我根本问也不问 是吧 假如说他在学校里面 他是个倒数低级 或者中等生 或者我觉得很正常 我觉得很正常 这件事 是吧 我只是问你想不想成为一个好学生 他说想啊 考生想不想打一百分 想啊 专注的请讲 专注的复习 不断的复习 是吧 复习很重要 提醒过他 但是他还是不专注 还是不复习 我说那你考 考到后面很正常 我说你又不是一下子 把那些顾客能够融混贯通 你不是学神 那学霸都是经过努力训练的 不断的训练训练 变成学霸学神的 他是一开始啊 就导演啊或者 当然我的家庭里面 没有给孩子制造一个学习的环境 因为我经常在闭关 或者家里 家里经常没人 所以他就是自己玩 自己玩两个孩子 嗯 所以他的就是 学习啊什么 不好 我觉得很正常 是吧 我告诉他 原因在哪里 知道吧 你没复习 你的专注力不够 所以你的记忆挺好 但是记住了别的东西 而不是记住了这些东西 你的兴趣点也不在 是吧 我也告诉他 你上学五六门功课 同时喜欢可能性不大的 是吧 因为人力总是有选择的 可能有些科目你很喜欢 有些不喜欢 但是有时候 当然说你做你不喜欢的事 你必须每门功课打及格嘛 有些学校要求的嘛 人这一辈子 你要想生存 首先要解决生存问题 那么你必须有时候做一些 你不喜欢做的工作 这是一个能力 知道吧 不是你 这是训练你做不喜欢的工作的时候 还能够投入 这是一个人力生存的能力 就像老虎啊 或者是什么那些 从小都要锻炼在野孩子 在很恶劣的环境里捕食烈食一样 你要生存 你必须训练这个能力 当然孩子们 他慢慢长大 他会懂 训练能力让他先生存在地球上 他要能生存 剩下的至于他生存是什么样 随他吧 我们不要很努力了 就生存成这样了 是吧 就算我们 在优秀点 能给孩子一些导引 或者能给他经济上的帮助 你觉得他就避免了他的痛苦了吗 他有他的命运的 是不是 随他嘛 这是教育 就是不要让普通的父母那样子 你的孩子一定是最优秀的 你的孩子一定是什么呀 要达到某个目标 考试要考多少 甚至 甚至 这些 我觉得很正常 就是 就那样吧 就是 不是没要求的 我不是没要求他们 是 我的要求是 他们真的精神幸福 不管有任何方式 让他们精神能够自在地活着 不管在任何环境里 当然这个环境不一样 当然说 你的孩子 你的孩子说 在街上卖豆腐也可以 爱住在卖豆腐里边快乐 但是你搞科研也可以安住在科研里快乐 你在医院当医生也可以安住在不同的层面快乐 假如你是个科学家 你可以安住在科学家里承到 是吧 你也可以在这个 那对众生来讲可能会觉得 哎呀他当科学家还是好 在科学家里也能承到 在医生这个行业也能承到 在老师行业 那在街上扫垃圾也能承到 但是对职业的话有高低不同 是吧 大家就瞧不起说这个扫垃圾承到 每个父母都不希望孩子别扫垃圾别臭 是吧 你首先希望他最高 是吧 哪怕他最后放弃了去扫垃圾 那是 那是他 就是 但是你只需要 你只需要教育啊 你改变不了他的东西啊 他要自己 没有那个 那个能力 你把他放在那个地方 你不憋怯他吗 难为他吗 是吧 你不会我把你放在那个地方 你干好是吧 你傻 你不会做那件工作 我硬把你放那 我给你金钱 我给你什么 啥你做 你活得不幸福 是吧 是吧 让孩子自由地成长 最后有一天他到了社会上 他能做啥 他只能扫垃圾 好 马上告诉他 在扫垃圾里也可以幸福他 这就是你的教育了 给予的东西了 就是给予他的智慧 就是 他在生命的任何一个地方 任何一个境遇里 他能迅速地瞧着自己的状态 他能与利于不败之地啊 我觉得这个才是父母应该给予的技能 给孩子的一个 你看老虎狮子啊 其他都 都是教孩子怎么生存啊 他教的是捕猎的技能啊 是吧 利于不败之地技能啊 各种恶劣环境的技能啊 这些 我们怎么一味的只求孩子优秀呢 告诉他 恶劣的风暴会来的 淋雨会来的 在这种环境里你怎么生存 你怎么生存而不绝望 甚至怎么饿 甚至可能老虎狮子还教他的孩子 如果连续饿三天 你会怎么去避谷 是吧 你怎么能熬过这三天 是吧 在哪儿找水 是吧 你可以扫活动啊 你卧在什么地方啊 等等哦 你觉得不会教吗 因为动物的生存难嘛 如果没有兔子的时候 肯定教孩子 妈妈也会饿 可能有时候饿很多天 没有食物 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样 减少体能的消耗啊什么 我觉得这是个本能的动物 会传授这些东西 我们教孩子 生命就是这样的 不断的变化的 在任何环境下 你怎么不绝望 不失望 不是夜市 不去夜市 这一生来了 就很不容易 那么去珍惜这一辈子 去好好走完一生 走完觉成 不要轻易的就翘楼了 自杀了 不要出现这种状态 就孩子就 你这一生 反正会死亡的 死亡是个重生的过程 它不是像人们说的 那么恐惧是吧 死亡是个重生 或者是一个转化成练 所以你总会 重生成另一个东西 但是呢 在这一生可能就 就一百年嘛 一百年 这一百年你怎么走过 妈妈是怎么走过的 爸爸是怎么走过的 这又什么呢 是吧 你身边的亲友朋友 怎么走过的 是吧 你亲友的朋友 从科学家到手拉街 都有可能啊 你都能看嘛 那些电影电视 说的是什么 情爱是什么 这些告诉他 然后你会怎么走 你在当下走的时候 总会迷失于 当下的人事物里边 你怎么把自己捞出来 这是技能啊 这就是幸福的技能啊 孩子现今一件事情 捞不出自己了 你觉得他就 你就没教他 他失裂他怎么捞出自己啊 你教过他吗 你只教过你也痛苦 知道吧 你失裂了你痛苦 然后孩子来了 照样复制你的痛苦方式 模式 你没修炼出你生存的能力 然后怎么教孩子 然后 孩子已经失裂了 痛苦不堪 还要求他一百分 是吧 他都青春期他痛苦 他失裂了 你知道失裂的感觉吧 大家都 现在都不是被情所控吗 孩子失裂了 跟你一样痛苦 茶不湿 饭不消 是吧 考一百分 你失裂的时候 我要求你考一百分 而且是学不喜欢的功课 让你在那里边 成为最优秀的 你觉得不是 逼死他的那个稻草吗 是吧 孩子有孩子的烦恼啊 是吧 被同学骂了 走不出那个阴影 最好的朋友背叛了他 两个人亲密桌 两个人在一个桌上 很好 突然这个朋友 就跟其他孩子好了 不跟他说话了 这个孩子 心理承受能力不好 坐在那儿 痛苦万分 你骂他妈 这个时候贴他下来 对他就像泰山奔于面前了 那份感情的失落 就像泰山的奔了 他的生命的成熟 无法承受之中 那一刻 他最需要的就是爱啊 最需要父母的支持啊 父母的鼓励啊 父母告诉他人生的意义啊 生命的意义 还有这些痛苦是在这一生 这种妈妈也遇过 爸爸也遇过 我们是怎么走出来的 这种经验啊 而不是 马上问 你昨天的考试成绩 拿出来看看 不是这些啊 孩子回来了 你今天为什么这么苦啊 你的脸色告诉妈妈 你今天很痛苦 你很烦 失恋了吗 老师骂了吗 同学背叛你了吗 你的好朋友 离你而去了吗 是不是 先问这些啊 因为他是个人啊 他在生命 他活着啊 这是个活的人啊 他先是一个人 然后才是你的儿子 才是一个学生啊 你让他学习 不过是让他学习生存的方式 不是成为最优秀的一个人啊 是他此刻就难受啊 你怎么解决他这个问题 如果你今天他很难受的时候 我就骂了他 考试成绩拿出来 上位上位 不问他的其他任何问题 慢慢孩子就不跟你交流了 慢慢这个孩子就忧郁了 慢慢这个孩子就夜学了 慢慢孩子跟你就拉开距离了 然后孩子就 慢慢就承受自己 一辈子都在承受那些不堪 因为从你这样 没学会解脱之道 没学会 我怎么从情绪里面走出来 这一课非常重要就是 父母应该给孩子交给这一课 怎么解脱啊 告诉大家 你烦的时候怎么解脱啊 除了时间的治愈 除了遗忘这一件事 你有没有方法解脱自己的情绪 有没有方法移植一份信仰 或者移植一个什么东西来解脱 而孩子可能一直游戏 你以为孩子 你觉得 他一直游戏忘记了这个世界很多东西啊 还是可能一直 你一直的是佛法 一直的信仰 他一直的是游戏啊 他一直都是出去玩啊 或者是什么啊 或者甚至吃那个什么玩样啊 摇头玩等等啊 他也是一直啊 他解脱不了 他心里很烦嘛 清出气的烦恼是吧 你告诉他正确的移植方式了吗 你觉得他能移植啥 移植父母吗 一进门你就是考试 老师说了 你这次考试没考好 你觉得他不烦吗 谁不想考 最想考好的就是他 也许你还不那么喜欢他考 而且最主要是你刚跟你老公吵完架 两个人站在那炒得热火炒切的 孩子进来了 学习 什么 纯粹把你的欲望习气发现到孩子身上 是吧 这个我觉得就是太糟糕了 是吧 所以我们需要成长 大家都需要成长 父母也需要成长 孩子也需要成长 我们只不过想在这个世界幸福 佛说这个世界是苦海 因为幸福太短暂了 那我们有没有能力在这苦海里 舔一舔啊 偶尔舔一舔也可以啊 是可以的知道吧 学习技能 学习方法 学习意志点 让自己的越来越强大 知道吧 然后剩下的才是事业 爱情 才是其他东西 你一直这个世界 你要自己不学那个能力 你一直这个世界 任何东西都是无常的 你谈恋爱 你快乐 恋爱失败了怎么办 你不痛苦来了 你一直这把扇子 你拥有快乐 你拥有100万或者200万 拥有很多钱 拥有你喜欢的东西 明天钱会消失的 是吧 会被骗 被抢 或者是你花完了 拥有这个扇子 这个扇子会沉住坏空等等 无常嘛 是吧 而且你明天 你不喜欢这个扇子了 你今天移植了这个扇子 明天你喜欢手机的时候 怎么办 是吧 所以很多人拥有这个世界 一切最后翘楼了 为什么 因为他要的那个东西没有 人家就不属于他 他什么也有了 但是他都不喜欢了 开始喜欢 后来都不喜欢了 最后要个什么 要分真爱 什么 他又看不见 是吧 因为他着相 着相的时候 一切都在无巧之中 你怎么能看见真爱呢 因为着相 着相相 都是扇子坏空的 如果爱是一个相的话 也在生灭里边 所以他也会 你的爱 升起来落下来灭了 你的激情 所有的一切 所以只要你着相 你永远看不见圆满的东西 所以觉得这个世界 永远是阴晴圆缺不定的 因为你着相 所以佛说你要想圆满 你要想在这个世界 看见圆满的爱 你要想你买足 就是心永远买足了 离相 先离相 离一切相 即一切法 先破一切相 金刚金嘛 最重要的剥弱智慧嘛 这是释迦牟女儿 来到这个世界 学说的最重要的智慧 就是这是个方法 你怎么样可以自在 就是离相啊 破一切相啊 通过一个禅定力 停下妄想来破一切相 然后你就活得大自在 获取 很简单的方法知道吧 很实用的啊 但孩子们不会感兴趣的 是中年人才会感兴趣啊 很多 休息很多年 孩子们只需要交给他 去认可你的孩子 就是他平凡的像 真的是像地上的尘埃 没有人夸他 你也要夸他知道 不是说我的儿子好棒啊 那叫溺爱 不是这样的 你从内心真的是欣赏他 不是欣赏他的优秀 是欣赏你的爱啊 那是女生的 你的爱啊 满足嘛 就是你的孩子很平凡 人家全世界都把他踩在脚下 你的儿子不优秀 你的孩子不优秀 甚至生存的能力都有 我请你能帮就帮啊 帮不了 就说妈就帮到此了 今天妈妈就涅槃了 是吧 明天就靠你自己讨饭了 甚至他是个乞讨子 没关系 那是你的儿子 你的女儿 你真的希望他快乐 幸福 他能力有限啊 是吧 我也曾经跟孩子对过话 我跟他聊天啊 我就说 妈妈希望你怎么 孩子说 妈我能力有限 就这样说 妈我能力有限 你那个期望可能会落空 我说没关系 期望要 你期望要 期望就是有一个梦想 跟期望就像在灯 别在这儿 那是个方向 你精神可以完成它 也可以不完成它 但是你主要设立一个目标嘛 生命 生命是圆的 没意义的 又如果是说 顺其自然的 就是一头遭死呗 就是死亡就是目标呗 但是你的生命 主要做一点是嘛 比如说定个目标 比如这个理想定在这儿 但是你不会是拼命的狂奔去完成它 你有时候精神都完不成 但是有一个方向 你顺着它往前走 走到半楼你死了就算了呗 是吧 那个目标 那个目标是你的一个定的一个方向 比如现在我们以修行成佛为目标 因为精神完不成有时候 但是在这儿路上 你列了很多定力啊 开启了很多智慧也能用了 当你成 一对的时候达到那个最终点 那你三切大切世界是吧 就在你手心里观看了 那就太厉害了是吧 但在这个过程中佛也给了我们很多认可嘛 就是怕你那个东西太长 你达不到的时候你失望嘛 给了什么登地菩萨的封号啊 给了你四果 三果二果的 这不都是小红花嘛 切上 哎呀你进步了你进步了 因为你心性在转化啊 是吧 制变呢 每一个制变都给你切个小红花 鼓励你嘛是吧 因为那有啥 登地菩萨也不过心性的缘 不断地转化嘛 冲门中醒来的程度嘛 觉醒的程度嘛 所以贴个小花大个花就这么贴下去啊 是吧 这一路你就风风光光的往前走呗是吧 是可以的哦是吧 但是目标是那个是吧 可能有很多事才能达成 就是这样 嗯 但是你这辈子修了 就算达不成也不影响 对你下辈子有好处的哦 这是很重要的哦 你的绝躁力在那啊 你用佛的之间在看你的生命了已经 就是很多人修行 以前你不会觉得自己是这样 以前你烦就烦了什么 你根本你不会绝躁 不会改改 你不会觉得自己是有缺陷的 现在你不断地在绝躁 不断地在绝躁 就算你做一件事 你虽然还是按照习气做了 但是你起了一个念说 这是有因果的 我好像不应该 你知道这就叫进步吗 我不应该做 这个是有因果的 可能下一次你又按照习气做了 还是制造了 还是一次一次一次 十次你也没改 但每一次你都说有因果的 不应该 第一百零一次的时候 你就不做了 因为那个念头一直在一直在 如果你不学佛 你不会起那个念 不会起因果啊 轮回这种念头 连这个意识都不会起 你就迅速地做 你会不断地 因为你只是 比如说你去做一件事 习气犯了 做了一件事 你说哎呀好像这个不对 是我习气的 我起我这个有因果的佛说的 因果来了我会承受 我很苦啊 哎呀不做好了 这是第一念 第二次又做了 你还会这样想 第三次一百次以后 其实是你知道吗 你在每一次做的时候 往会退一点 你只要一百次的这样想 其实你是一点一点往会退的 有一天就退到了原点 习气犯了动不了你 习气犯了但是你就是不动 你就活在那个之间里了 它是需要时间的 因为我们的习气是千万次的 训练出来的染灼出来的 它不会一下子停的知道吧 改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出源就犯了是吧 本能就犯了 我们需要 如果一千次你才形成那个习气 你需要一万次来改变它知道吧 一万次去绝招绝招绝招 才能改了那个毛病 当然我们现在还有佛教你的最根本的一个 入定的方法就是 不住善不住恶知道吧 不评价自己 如果要评价就四大皆空 生生世世世轮回如梦幻 安住在中道知道吧 因为在坐地上安住中道的时候 你既不是善的也不是恶的 俩边不住知道吧 这就叫中道 俩边不住叫中道 因为叫个中并不是说有个中啊 有个中心或者中间 因为没有过去没有未来也没有现在嘛 没有左边没有右边 塞恶也没有中间嘛 是吧 没有两边这么中间的 叫个中道只是文字啊 起个名字假名而已 佛随是以中道的 就是说你不住塞不住恶 你不定义自己 你就坐在这儿去修定啊 这个也能帮助你习气的彻底的调整 因为你的肢戒变了 你习气肯定不犯的 如果你的智慧不能开启 你的肢戒还是人力的肢戒 你人力的习气一直在呢 你改不了的 只是说 用户有多大吧 就是那个 一百万如如不斗 三百万离我远点 我心动了 是吧 对金钱啊 就是只是个量的 到达拿走成熟链 但是如果你的肢戒改了 如果你在佛的肢戒 你觉得三百万跟一百万 对他有啥区别 他要斗也斗了 他要不斗 你千万坐在那儿 他也不斗 因为他是 他活的境界不一样 钱对他 他已经不重要 就钱对他 不是影响他的一个东西 但也许他法治未经 你骂佛 他就有点动 我说有的人 是吧 明立情动不了 你骂佛试试 他马上 外道 什么摸 他马上就生气了 是吧 他就 他找的像佛一样跟你 是吧 你触动了他的底线 他的底线就是 你不能骂佛 你骂谁都可以 骂我也可以 但不能骂佛 因为那是他的偶像 是吧 他是粉丝嘛 是不是 是吧 伊拉 他找的 快asm 你现在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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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